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看过很多 十份熬成头的故事 比方说我们今天要看的 锦绣二重唱 你晓得吗 这两个女孩子呢 当年为了出一张唱片 她们等了整整十年 我们来看这边记者 简维红 陈智洋的话 其实我等了唱片等了十年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整个青春就是等待 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要放弃 我就是觉得唱的是一辈子 最喜欢做的事情 她们两个刚好 秀琪因为她比较声音的频率比较高 但是也比较没有穿 就是怎么讲 杀伤力 可是锦维的声音比较直 它有一个杀伤力 所以两个人声音叠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化学元素 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很责 那之前可能比夫妻可能比家人要更紧密 因为出外景都住在一起 什么都在一起 这十二十三年来什么都在一起 我们两个连 可能连放屁的味道都是一样 景文和秀琴这对搭档结识了将近二十年 但一讲到头一回见面那一天 弟弟 服装 在场人物 每个细节两人回忆起来 都像是昨天才刚发生似的 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 傻眼啊 然后他的画 我们那时候还记得在西门町的 那个叫什么 木瓜牛奶 很像象星 而且他那天很打扮 打扮得很高调 我那天穿着就是红黑配 就大红色跟黑色红黑配 全身上下 他们所有的人都穿T恤牛仔裤 只有我一个人 黄色黑大半就是我 我看了眼睛我不敢看 因为我会笑 我整个就觉得 哇 太隆重了吧 但是 我觉得那个都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他从头到尾 没有停过 我的话根本就进不去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老师找一个好啊 找一个完全会 也没办法讲话的人 一个急经风 一个慢郎中 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人 私底下光是相处都有问题了 要上台合作谈何容易呢 但既然签下他们的知名制作人 杨明皇都指明两个人合作了 那就硬着头皮 先磨合一段时间再说吧 他常常会因为选歌 觉得他也受不了我 我也受不了他 他觉得说 这样子怎么唱 后来他就说那你要唱那你就唱 流浪的小孩就四海 他就觉得 在明哥西安您唱唱歌 然后他就会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知道两个又太不一样了 然后就后来想说好 没关系 你选的歌你唱 我帮你合音 就是先死背开始 因为我们都不会合音 就练了几首之后 觉得很好玩了 也慢慢建立了一些我们的歌 要不然刚开始真的是 哩哩啦啦 那个明哥餐厅都不愿意用我们 哪首最唱 流水年华 流水年华 你看啊 流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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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华似水流 转眼柔 是春风柔 沉沉的相思 uh yoh yoh 感谢您 那时候因为真的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买了一台很破的摩托车 大概几千块 所以几千块摩托车就是没有刹车 然后有的时候等到这个要下坡的时候 那个刹车有点刹不住 我就快点快点把脚伸出来 把脚伸出来 我们就用脚刹车 所以我们的那个鞋子啊 脚底常常都是被磨破的 景文和秀琴的默契越来越好了 然而等待发片的日子却始终是遥遥无奇 为了生活景文当过导游卖过房子 秀琴则是学过裁缝 一晃眼六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景文和秀琴不禁开始怀疑自己 究竟要不要坚持下去呢 那时候其实我们两边的家人都希望 不要再拗了 你们在拗什么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决定要放弃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觉得说 就算我们要放弃 我觉得我们也要经过一个女朋友 就是杨宇宏老师 可是他已经走了啊怎么办 我们就上餐去管 我跟杨老师说我们这些日子以来 就是真的熬不下去了 是不是还要再坚持唱歌这条路 就一个不会下去就行过了 结果真的很巧 他就说公司最近刚好来了一批空降部队 说不如我们的唱片全部把词拿掉 重新写换词重新配唱 然后那个时候所有 甚至于空降部队的那些工作人员 都是以前杨老师合作过的工作伙伴 所以你就觉得好恐怖哦 好像是杨老师派来的天使来帮我们你知道吗 等了六年锦绣二重唱出片的时机刚好搭上了毕业期间 唱片的主打歌一推出 新人狂卖三十万张 眼镜可是碎了一地 公司都不可思议 都觉得说怎么可能 所以我们第二张专节很快 很快就在进行这样 也有跟他们在录音室有些讨论 觉得这一句比较像谁要讲的话 那我们就会让这一句让谁唱 所以你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每个人唱起来的时候 在唱某些句的时候 谁就是特别有感觉 那时候进录音室这首歌 没有办法录下去 就是边录边 边唱边录 然后边哽咽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曲 就可以把我们当时所有的心情 全部都唱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又刚好毕业季节 然后很多人毕业 然后很多女生啊 就是那种姐妹情深的感觉这样 那时候几乎每天哭啊 就是几乎常常哭 因为比方说又被肯定又什么什么 就是所有的我们假如如果以我们两个六年来讲 前面都不算 这六年来的所有所有的努力 在后来出电之后 整个大逆转之后 你会发现人生的际遇很奇妙 唱片销售开出了亮眼的成绩天 第二年还入围了金曲奖 锦文和秀琴看似一出道就有了锦绣的前程 实际上就算身为唱销歌手 上综艺节目去做宣传 还是免不了被等被亏 当时的长相其实被很多记者 嫌到一个不行 但就是一个有爆牙一个脸很大 那时候唱片不是都有回函吗 也是有歌迷说 这两个人一个锦文有爆牙 然后秀琴脸很大 但是歌声很好听这样子 就是写回函 写到唱片公司 然后就是那时候 很多节目也因为长相关系上不去 你是在养的 等一下 有踢的哦 你还踹老师 时间 好热喔 时间大 我觉得献哥最毒 献哥还直接在荧幕上面说 因为我后来牙齿有去镇压过 然后那时候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是牙齿是爆牙 献哥直接在节目上面亏我说 拿一个啤酒瓶来叫锦文开 开 用牙齿开 开罐 开瓶 2000年之后 唱片市场出现了萎缩 唱片公司一边还在规划锦绣二重唱 未来的发展时 电视台有人主动找上门了 他们指明要找锦文和秀琴 来主持一个行脚节目 比较冷了以后 像我们这个火炭这样烤 你怎么拿手啊 对啊 就是它 比如说很热 不然你提款也很热 唱片公司的想法是好耶 让我们去像参加夏令营一样 去训练我们的体能 训练我们的口条 再就是逻辑 因为我们俩很无厘头 别人不了解我们的明白 也不知道我们的清楚 所以公司觉得很好 先吃一下摸摸摸摸摸一下就好 烧喔 还是烧喔 可是没有想象做得那么烫 有吗 这是骨头吗 不是啦 这是说它的键已经有了 但是表示说 它里面开始有这个温度 有关系的 它也开始可以做 那时候刚开始出去外景节目嘛 然后比较 比较乡下一点的 他就说 你们是大小百合 还是你们是南方二重唱 要不然就叫我锦绣 然后叫秀琴二重唱 你锦绣 他二重唱 他名字怎么怪怪 就是那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出了三张专辑 就是很有知名度 可是没想到其实真的 这个走到真的下乡到南部去 很多阿公阿嬷才因为这样子认识锦绣二重唱 一步一脚印的耕耘 不只相亲父老们认识了锦绣二重唱 就连演艺圈的大哥 王伟中也注意到 他们两个人独特的喜感 于是王伟中决定要把锦维和秀琴拉进尾中邦 好 不要再穿 我给你收起来 收起来 穿这个会紧 不舒服 妈 阿公小郭说 我穿那个 他会比较想要再生一个 丁字库 老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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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越乱我越好 我越找得到 到伟中哥那边 一开始还没有签约 一进去谈 就已经帮我们想好 台湾妙妙妙这个东西 对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 不晓得 我觉得好像是詹哥还是伟中哥 就说我们两个看 就是因为台湾的庙很多 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带领那个竞香团 去走遍台湾的各个庙 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迷信 跟非常怪力乱神的人 然后也因为主持这个节目 我也出了两本书 就锦娘妙妓 有关于工作 我就对风水变得很有趣 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好事 只要有工作机会 有机会 这些都是好事 然后你就期待好事会发生 风水节目结束之后 过去15年来 总是一块工作的景文和秀琴 际遇逐渐有了不同 秀琴她的戏剧邀约一个接着一个 而景文却只剩下了一些零星的重点通告 看着其日的伙伴发展越来越顺遂 景文给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 直到无法承受的那一刻 外表开朗的景文 竟然得了忧郁症 她那种忧郁症是你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那你在哭什么 但她没讲她必哭 而且是大哭那种 讲到任何一个环节她都哭 这种人你大概就知道说 完蛋了她生病了 那时候啊就是 餵不了人家 因为我怕我看到 那我妈妈我要整天讲 你没有工作什么 然后每天就是哭 哭了累了 就睡 睡起来就找东西吃了 吃完后面就开始拿胶带 跪在地毯上 开始黏地毯 然后黏完了 累了 然后又开始哭 就是反反复复的 这个情绪 一个畅销歌手 我不敢讲说沦落 就是要变成一个搞笑艺人 我看到的是心疼 有时候当人家讲说 你疯疯癫癫的 或是三三八八的 你认为她不会难过吗 她当然难过 因为她是一个这么会唱歌 而且她会自弹自唱的 一个女孩子 会被人家改跑到 变成一个疯疯癫癫 三三八八的 一个通告艺人 她内心一定有很大的挣扎吗 一天又走在路上 然后就是有个路人 就过来拍拍这边 你不是那个 情绪二重我唱了几文 最近 什么 秀琴可能去演戏 你都没有工作 你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你们两个长相 反而就是有差 对不对 秀琴长这样人家有戏影 也是很正常的 你长这样子没关系 等机会 就等到有些人会讲这种 然后我就很受伤这样子 靠着朋友和家人的扶持 景文逐渐走出了 忧郁症的阴霾 正当景文 准备重新起步的时候 她和秀琴 却又为了一个广告的机会 产生了误会 景绣二重唱 将近二十年的友谊 岌岌可危 当然我觉得厂商决定要用谁 厂商有很大的权利 这个我没有话讲 可是不应该 这是中间的这个过程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秀琴也没有跟我讲 她拍完 可是当时她知道了 她跟我讲说 这件事情让公司去处理 我跟妳讲 我听到这句话我忙着工 我当时有挂她电话 她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让公司去处理就好 我当时挂了这种电话之后 其实我难过很久很久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情 其实是一句 让公司去处理 来处理我们的情感 我在乎的是这一个 现在要交一个相知 认识这么多年 可以一起工作的朋友 不容易 为了某些东西 毁了一段十几年的感情 我会不舍得 我只跟她讲这个 我会不舍得 那你有你生气的点 秀琴有秀琴她 不能够讲的 的一个 一个心情 那我觉得大家互相体调 真的 在那个当点下 两方面都没有错 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处理 但是我自己 也觉得说 不去回应是 我唯一觉得 我应该这样做 因为你很多会 越讲越 越 越复杂 很好 然后用 让时间去证明很多事 说真的 人生剧本早就写好了 早就写好了 但是你 如果你的心态 正 就是说健康了 你的人生也会不一样 静静的看待 静静的等待 秀琴重心 转往戏剧圈发展之后 她的心境逐渐不同了 好朋友陆明君说 秀琴她的个性闷骚 正好适合当演员 因为她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且放她心中的压抑 她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就这样 嗨 嗨 嗨 你好 你好 我说嗨 秀琴姐好 她说那也要演了 也要演了 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柔 但是她一演起戏来 就是完全是变另外一个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哇 这个 这个女生其实是适合舞台的 因为 其实我有去看她 她一些现场演唱 我也发现 其实她是台上台下两种 两种个性的人 对 妈 妈 你干嘛叫我 我不叫你妈 我叫你什么 妈 我是你女朋友 我觉得她非常的喜欢表演这件事 不管是演戏或唱歌 然后我也觉得她很能够把它闷骚 不敢表现出来的个性爆发在舞台上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 是算在可以在舞台上 算是藏青树的那一种 对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开始 我开始知道我这个咖完了 好或是不好 我自己很清楚 不好我就说导演 对不起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的时候我根本连看都不用看 但是也不是说就很好 是说目前OK 就是说有到达这个 这一场这个角色的大概的样子 我的快乐 会有未来的 只要清楚 怎样的那么深刻 不知道 不知道 2010年 寿秦和景文在许多朋友的牵线之下 他们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友谊 他们一块登台演出 一块找老师练舞 景文说过去20年当中 他们彼此的人生 曾经紧紧地迁徙在一块 这是谁都无法抹去的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某一天 我就把那个录音带拿出来听 然后听我们那时候一起去上广播 我们一起讲 我们当时怎么样苦过来 努力过来 所以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要放下 因为 因为我说真的 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再凑在一起 我觉得唱歌 一个人唱歌也没有那么好听 也很单调 我觉得两个人唱歌是很热闹 是很丰富的 我的快乐 会回来的 你开放 当年在明哥西兰廳唱歌的时候 景文他总是推出了秀情 你要多练习啊 不要常常溜出去和男朋友谈恋爱 不过在十多年之后 没想到的是 景文他先结婚了 反倒是过去一谈恋爱 就会一头栽进去的秀情 至今仍旧是小孤独处 我们继续来看这边记者 简文红 陈志洋的报道 酒要准备好 舞台上景文和秀情两个人是一动一进 而下了舞台面对感情 他们态度也截然的不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快二十年了 跟我老公 二十年了 真的太久了 所以 没有感觉 像家人 唱明歌啊 太前是明歌手 对 其实 是我倒醉的 因为我一向就是一个很主动的 他那时候 唱明歌 他本来要找黄嘉谦 找许如云代班 然后因为他们两个都没空 然后我就说 我有空 我有空 就这样 就凑在一起了 为什么觉得景文 挑男人眼光最差 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 还是对方的问题 每一次都是 一定要变得好像打架 然后闹得很不愉快 到这翻脸的地步 然后分手 对 不一样 以前我只要是谈一个恋爱 我就觉得我要嫁给他 不管他劈腿几次都无所谓 你只要对我好 我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我都OK 以前是我 我事业心很重 我每天都在想说 好好练歌什么 我们要发片当明星什么 我叮他叮得紧的 他永远都跑去给我 那个谈恋爱 真的 后来他发片 然后到了进了这个圈子 我觉得他的事业心 还蛮强的 跟他以前不一样 好朋友的观察果然很精准 秀琴承认 过去他就像是一个烂好人 因为就连遭到男友劈腿 他也默默地承受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所以干脆沉默 选择就当一个烂好人吧 最后还是他跟我分手 我已经抓到了 但是他不承认 还把我骂一顿 然后我还觉得说 我怎么可以不信任 你看我以前盲目到这种 我完全就是 他只要跟我讲一句话什么 我就会觉得 对 是我的错 讲完电话那一刻 其实我很开心 因为我发现了 其实我根本不爱他 只是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做那个坏人说 我提分手 因为我不喜欢伤害人 也因事业逐渐扑上的轨道 秀琴将重心放在公社上面的时间 越来越多了 交往十年的男友 希望秀琴配合她的脚步 多留点时间陪她 然而秀琴却再也回不去了 于是秀琴选择主动提出分手 然后后来我慢慢 也越来越接触外面的世界 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要进一步 然后想要跟她沟通 想要跟她更进一步 我们可以规划什么 她反而不愿意了 后来我还是决定说 我不要浪费她 我也不想耽误我自己 所以我就跟她提了 但是她也想了半年 才回顾我 然后我们两个就和平分手 周华健最近回到台湾 她要开演唱会了 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 但很多的记忆呢 还是非常熟悉的 她带着我们回到了当年 差点把她恶意掉的 台大数学系 她遇见了好久不见的 老师和同学 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 我们印象中 非常爱笑的阳光歌手 周华健说呢 其实她的人生 也不全然是一片光明 她的婚姻曾经亮起红灯 她的事业也曾经出现了奇迹 这些都是我们感到 陌生的周华健 我们来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昨天记者艾小培 和正宁的报道 驚喜 他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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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多古增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吉他社嘛 这叫吉他社嘛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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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们了 我就怀疑 我以前就是长这样 又回到了台大校园的吉他社 周华健非常的开心 他见到的学弟们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就像这样子 抱着一把吉他 那是一个单纯爱唱歌的年代 学长我们要表演首歌来 欢迎你 谢谢 学长的成名作 好 好 学长的歌被一起唱 好 好 这些年 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只花一杯子 一身情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孤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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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一身情 这首歌第一个 我是从来没唱过这首歌的合音 第二个 我从来没帮人家合这首歌 以前都是我在唱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把吉他 一把吉他 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 他的眼角永远带着微笑 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在微笑的背后 曾经有过忧郁症的阴影 因为我们当时忙到真的可能 真的要进医院了 那一种你为了拍很棒 为了销售的那种精神压力 你是长时间失眠的 因为我会怕黑 因为我无法入睡 因为我心中一杯 因为我厌倦于大梦 我心里头还是放不下排行榜 40岁那一年 中华界每天睁开眼睛 脑子就在想 要写什么歌呢 他一直想一直想 差点把自己给逼疯了 摆到另一支在旁边 一躺下去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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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的 今天生活很丰富 我可以 一个晚上睡觉 我就可以想到三首歌了 第二天没有一首有用的 然后我根本没睡 然后那个通告是满到你 你真的会 真的会接近疯狂 这种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日子 周华健早有经验的 当年他从香港远渡重洋 到了台湾念书 台大数学系的课业 也曾经把他逼到了快退学 都那么久的往事了 再回到了台大校园 这鼎鼎大名的国民歌手周华健 还是会紧张 以前不是这种吸管 好久不见 对啊 你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长高了是吧 能不能好 长壮了 哦 我叫你一次 我退休了 哎呦 那也是好消息 好像我们这行进展很大 我也快退休了 很早 三十多年前 那个调底的学生 如今成了华人圈的国民歌王 当年那个因为课业不顺 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身影 还深深的烙印在老师的脑海中 没有 其实是整个人是很慌 很慌张 就主要是比如说 父母亲在香港都等着 我什么时候毕业 什么什么之类 所以我自己已经知道 前路忙忙 课业可能会被恶意 工作没有着落 二十岁不到的周华健 他一个人在异乡打拼 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请问老师可以给他一个方向吗 差点是绝入当时的感觉 真的很绝上 真的还蛮灰色的 前路忙忙 是怎么样 什么 我注定是进演艺界了 他跟我说 老师 你去听 那个 华健唱歌 他唱歌蛮好听的人 真的 他跟我这样讲 我最后跟老师说 我最近其实在忙 你知道忙什么 我在看一本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国外的那个 莎士比亚的剧本 老师摇摇头 你真的选错戏 我跟李中盛去台大 演出完了 有两个人走在台大体育馆里面的时候 看到一个年轻的男生 背一个吉他 帅帅的走过来 然后我们对他印象就非常非常好 原本希望顶着台湾最高学府的学士帽 光荣回乡 这个美梦可能破灭了 不过歌唱的天赋 却让周华健的人生有了另外一种肯 如今回想起来 周华健他的感触特别深刻 人生的 人生的出路很多 你真的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然后 在某一个科系里面 你可以得到一个分数 那 可是真的不能代表什么 这个是我们系上送给的 然后 这后面有一个华健系友留念 我毕业了 谢谢 谢谢 你过来 老师谢谢 师主任谢谢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手中接过系主任质送的礼物 仿佛也了结了 当年无法在台大数学系 顺利毕业的心愿 看着系友们 拿着数学系的考卷给自己签名 周华健的脸上 又出现了招牌的爽朗笑容 诶 考试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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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怀念的感觉 有有有有有有 以前也是这样子 我通过考试卷 写完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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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后面都是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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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很客气给我三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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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儿子的照片 下一代 下一代的歌迷 谢谢 一个洒满阳光的舞后 看见了一个顽皮的周华健 他和校友们亲切地互动 他的脚步显得格外的轻松 走到哪儿都是回忆 我就必须要跟你提 这里有一两个窗 就是真的有时候很夸张 这个上不下去的那个课 老师一转头就 就从窗里面跳出来 哪一个要带我去看啊 就你就那个窗了 好 有一个就很大胆 老师一转过去 他真的跳起来 就从窗里面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很胆小的 就一路挨着在那边 把课听完 我们一块去吃饭回走 他起来就一拐一拐 那何苦呢 嘿 华健 Hello 对不起 当年台大同纪的校友当中 因为常常办活动有了交集 如今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了一片天 再次的相遇 聊到了当年年少轻狂的过往 大家可都是感慨万千 他那年在台大的时候 参加北区大针杯歌唱比赛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知道周华健拿第几名吗 第四名而已 我当时其实在数学系 我写了很多歌 数学系音乐组 那个功课没有交什么 可是我抽屉里面有一叠那个歌谱 我自己写的歌 我当时还挑最好的那首句 你看这是旧术馆 当年在台大校园里头 大家都知道数学系呢 有个下巴尖尖的男生 很爱笑 很会唱歌 周华健他在课外活动玩得可开心了 可是一上课呢 却很头疼 他完全没想到 当初选数学系 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会背书 自以为聪明 选了数学系就不用背书了 没想到他被一堆数字公式 搞到了面临退学的情况 他决定要用老天爷给他的天赋 走一条自己的路 那我发现原来我有背的 那我连做工的件事情 去完成它都不可能 那相对当时在民歌餐厅 就开始很多的邀约 很多掌声这样的 他有的时候还在民歌餐厅唱歌 那时候木吉他吉普赛 在民歌餐厅唱歌 对 然后贴补一些收入 晚上回来都很累了 声音都沙哑 有一段时间我们搬到外面去 住在孤陵街的时候 对 有时候我们是隔壁房 然后有时候是电话会联络 什么的 那当时也是 当好台湾的整个 唱片界的一个起飞的时候 然后也听到一次 真的是有内涵的好作品 不如我去当一个幕后的音乐人 那就很依然地 一直离开的时候 周华健 一个人在餐厅铸唱了五年 他唱到了喉咙发言 没人理他 他等不到一个机会 也盼不着一个心态 就在前途茫茫之际 他想放弃了 却在这个时候 遇上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叫做康翠兰 深深影响了周华健 当然她是一个外国 美国来的美国女孩 那那个时候来是跟 因为跟爸爸 跟康翠兰 记得爸爸来台大 当客座教授 来台大教书 当暑假的一个教授 所以带女儿 把女儿也带来了 就看到给华健碰上 就被吃掉了 台大客座教授的女儿 爱上了一个 只爱唱歌的穷小子 这种仿佛爱情电影当中 才会出现的情节 竟然就发生在周华健的身上了 两个人疯狂的热恋 非你不娶非我不嫁 却遭到了女方家庭的阻拦 甚至怀疑周华健 他是为了绿卡 才向女儿求婚的 他们也是很辛苦地走过来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也是没有什么钱 他们结婚当天 华健还在唱 没有什么西装 然后也是去人外销成衣 去买了裤子 没有得到女方家长的同意 两个人毅然决然地 决定走入婚姻 他们相信 爱情是可以冲破一切困扰的 就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头 靠着康翠兰的家教收入维持生活 周华健他的歌手梦还在 但他什么都没有 他要怎么踏出第一步呢 我去管车才好玩 我不是获得一个机会 所以我硬着逃避上去串门子 当时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人物 叫王新年 他刚好去一个自己助理 他直接就我先当助理好了 行政工作既凡且杂 健忘了周华健认真的摸索 他也没忘记要找机会 展现他的歌喉 一首三十秒的广告歌曲 酬劳是两千 当年他唱了将近三十多首 最后终于他可以在这张合集当中 被听到他的出事提升了 为了得到掌声 周华健他敞开了心胸 他跟工作上面的好伙伴分享 但却总是被 繁琐的行政事务给牵绊了 终于有一天 他等到了一个好机会 追逐风 追逐太阳 在人生的大道上 我的方向 多激昂就多激昂 多高昂就多高昂 我去到李中生那天的时候 发现轻松回来 你是一种我的方向在前方 我的新的方向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很有自信地 我在走我自己 现在决定走的路 爆炸性的市场反应 让唱片公司 对这个小子另眼看待了 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香港乔生 竟然是市场上的金鸡母 在当时偶像为主的 台湾唱片市场 掀起了一股风潮 我的方向 周华健的歌唱 事业蒸蒸的日上 儿子也在1990年报到了 第一次当爸爸的心情 周华健写下了这首 《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 《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 所以他会一直在进一步 然后一直在去寻求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想法 或者唱法 或者表现的方式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做改变 灯向事业的顶峰 周华健 他醉心于众人的掌声 寻回演唱 接受颁奖 他每天行在不同的城市 他想和老婆分享他事业上的成就 但却总是只能透过冷冰冰的话筒 夫妻俩聚少离多 终于出现了隔阂 没想到电话一拿起来 他还没来得及跟老婆讲说 我拿到这个大奖的时候 康翔在电话那头就很紧张讲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那个儿子今天在学校上游泳课 撞破头了 我带他到医院去缝六针这样 周华健那时候整个心都沉下来了 让老婆独自照顾小孩身心俱疲 周华健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家香港杂志拍到了照片 大做文章 重创了周华健的好形象 那个时候 香港又拍到了周华健 跟一个女生进出酒店 那当然这个消息 本来康翠然知道这个消息 就问周华健说怎么回事 周华健讲说 那个乱讲的你不要相信 康翠然不想干扰周华健的影音工作 却得面临外界无情的打击 甚至有歌迷打电话骚扰他 纵然再坚强的女人也会崩溃 甚至那个时候 竟然还有大陆这种歌迷 打电话给康翠然 直接劈头去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跟周华健离婚 为了要维持这个家 为了要挽回跟康翠然的婚姻 周华健他决定要推调演出 他要回家了 他要多留一些时间给家人 但媒体没有因此放过他 有人说过去阳光游子的笑容 都不是真的 你怎么那么快乐真的假的 然后很讨厌人家说我是假的 那我爱笑不行吗 我爱快乐不行吗 你知道你有一段时间 所以你真的会整个人毛毛躁躁 到几乎几乎是真的会疯了嘛 到其他的一个状态 甚至有 当时有朋友讲 好像已经很快乐 不许说你是假的在笑 可是你笑起来你真的是快乐 那一个朋友这样讲 第10个朋友这样讲 我才真的知道原来问题来了 所以周华健那个时候 面临到很大的瓶颈 他非常的难受 那时候几乎得了忧郁症 每天关在家里面 那那个时候 就是他老婆挺身而出 就讲说一直支持他 甚至还跟别人借钱 然后或是卖掉一些东西 来支撑加油 那这样子的夫妻一路走来 好辛苦 两年闭关很漫长 但时间终究会过去 周华健在家人 跟好朋友的鼓励之下 走出来了 他重新走回了舞台 从电台通告开始接起 其实人本来有高手 也有低潮 对吧 然后只是他把他的低潮 尽量演示起来 然后其实就算他在低潮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关键他的朋友 他非常重情 回到自然温情的路线 周华健走出了低潮 他推出新歌 并且飞到了美国马来西亚 超过20场的巡回演唱会 几乎是场场爆满 好久不见的国民歌手 终于回来了 周华健在台上满点幸福的高唱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人生走到这儿 人生走到了这儿 他知道糟糠之期是他永远的宝贝 家庭才是他事业成功最大的原动力 就在宗冠线解散之后 周华健减少了演出的机会 他好想回家 我其实整个幸福和幸福不成 不行 那也倒过来说了 总是熬过了这个时间 可是很真实地告诉大家 真的幸好是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话 没有把人生看得更透了 谢谢 最近周华健在干嘛呢 他尝试揣摩女生的心境 他说他要在演唱会中 诠释女歌手的心情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他就是我真的完全只是扮演一个女的 你说天黑以后要来 等到天 那就上东山了 这个 这个都是女性的角度出发 而且我自己唱的 那我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 对 那我觉得他会 他现在其实已经有资格 有空间去多做一点 这样艺术性的尝试 而他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觉得会 会有一些 大家会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惊奇 可是又会很惊奇的作品 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 梦想在哪儿 梦想在故乡 故乡的土地 让那花儿一朵一朵地绽放 周华健出道二十多年 他在世界各地 办了两百多场的巡回演唱会 而一双儿女也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们也都遗传到了爸爸的表演基因 我们继续来看看 周华健他口中 亲亲我的宝贝 各人记者艾小培和正典的报道 一起合唱的这首 亲亲我的宝贝 这是十七年前周华健 写给大儿子周厚安的出身礼物 十七年后 能够和宝贝一起合唱 看得出来周华健满脸感动 这个有着希腊男子 郡帅脸庞男孩 他看周华健年轻时候比起来 像嘛 他是周华健的儿子哦 像写剧本我蛮有兴趣的 不然自己演一下 我也很高兴 我不会反对 我看一切顺其自然嘛 几分腼腆加上轻柔的声音 难得帮人伴奏和音的周华健 面对自己的女儿 显得是格外的温柔 我的工作这件事情在家里 是这个氛围很好玩的 我的新歌很像 我真的不敢说拿给他们听 没感觉 你没听错 周华健的音乐 不但不受到重视 儿子女儿甚至还拿出了流行音乐 要娇娇老爸 两个小孩会站在妈妈那边说 爸爸你不要再跟我们讲你的那个 你的新歌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们在听他们的歌 我反而会靠过去说 但是外面到底流行什么啊现在 老婆康确然对儿女的这种方式 有自己的坚持 虽然看着老公长年东奔西跑 当歌手很辛苦 不过一对儿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血液耳濡目染的 好像对艺术对歌唱是各有偏好 用玩笑话带过 不愿意正面回答 但也不让记者感到尴尬 周华健用他独特的爽朗笑声 还有温暖的笑容 他要继续地在舞台上燃烧 他对歌唱的热情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周卫强 我们再会 还是周卫强 你的让大人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